郭民党后一次的中华市中有东来筹算民调 在理合开始年少三天来电开 基本参加东来筹算的政中华管理员张东正 和黄玉芬年里来无关是出大厘头 也才是落大户 都在中华市大家秀行来拜托 筹算民调结果将在十五户来公布 决定人算代表郭民党来产算 挑战年龄的民进党中华市中林世贤 都算是落大户 也是要站在街头求乡亲来拜托 希望能够在到民党 代表郭民党参加中华市中选择 郭民党后一次中华市中当来筹算民调 从十二户开始年少三天进行电位民调 这次参加中华市中选择的 有将中华管理员张东正和黄玉芬两人 为了要产出审民的志祺 年日以来参加人无关是大厘头 也是落大厚 都在中华市的家头计算民来拜托 张东正表示 中华市这几年来都没进步 便利的交通忙碌和观光发展 都是中华市未来发展通向 希望可以跟大家做回来打拼 东正认为张华市民需要一个能苦民说苦和民众没有距离的市长 张华市这几年来有没有什么改变 民众心里只有一把尺 市政推动的进度与状况 差于其中的我们张华市民最清楚的 东正认为交通网络要更便捷 观光发展才能有更大的价值 过去香火顶身的南瑶宫 何时能够再度黑黄 张华有很多潜力 但一再错过时机 再好的珍宝 也会变成普通的石头 张华要更好 希望大家支持东正 引领张华走向美好未来 在这里的节奏拜票 等会拜票也是候参林的重点 连本土球的林李彦 也为候参林来发生 喂你好我是李彦 很久没看要跟你拜托 张华市长初选 唯一支持我的好大哥张东正 要记得哦 6月12、13、14 那时就等我民调 唯一支持张东正 中华市林口有中间23万人 是中华官最大票称 也是冠中参技的关系 更开始拿到必争之地 这个是中参技三角度 让林世贏贏贏 但是后来拿出行业力对冠 有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招贬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彩虹伯德